新新安和站的五號出口 一旁這條校弄是捷運連開宅 當時規劃的道路用地 不過這一塊僅僅兩坪大小的土地 卻開價四億元 現在建商拒絕收購 也因此成為全台最貴滑譜 不管是推輪椅還是娃娃車 走進這條小巷道 就得繞過圍著鐵絲網的大滑譜 就連民眾走的人行道 也是硬生生被切斷 地主開價四億 建商不買單成了最貴丁子庫 道路無法依照聯合開發案合約拓寬 檢方追查北市府有無弊端 卻查出地主有問題 地主是他民進黨籍前立委黃成 過去曾指控同黨立委會選 2005年擔任第六屆立委 過去也曾做過南區扁有會會長 他認為聯合開發案徵收有利可圖 高價收購整合機靈地產權 現在被揪出他利用妻子 兒子親友共13人作為人頭 八度進行假交易 分割移轉土地 將土地墊高拉抬成天價 涉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被依照偽造文書罪起訴 實際來到黃成 過去登記為負責人的公司 職員表示聯絡不上他 不得而知他的回應 除了他之外涉案親友 只是借帳戶全獲得不起訴 享用機靈地大賺一筆 沒想到碰釘子炒地守法 也被檢方一一揪出 三區二戰鬥士王文竹 台北財富報道